随着中国女排进入巴黎奥运会的八强 接下来将会对阵土耳其女排争夺四强的门票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土耳其女排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 因为她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周期 是长期排名世界第一 而且她们本身就是传统的强队 实力并不比美国队以及塞尔维亚女排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这一场应战能不能够拿下 确实不好说 我们也并不敢打包票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全力以赴 不留遗憾 从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想要和土耳其女排打得有来有回 那肯定是得派出郎平时期的最强七仙女阵容 也就是中国女排前面几场比赛的首发阵型 朱婷是肯定得在的 但是在之前的小组赛中 朱婷因为磕到广告板导致受伤 所以现在她到底能不能够出战 其实大家也都不清楚 球迷心里面都在犯嘀咕 不过好在就在最近 在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候 官媒新华社却给我们球迷送来了喜讯 所以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或许是一个好事 而与此同时 随着比赛进入了淘汰赛 中国女排的争冠逼计划也正式曝光 我们一起来详细分享一下 首先就在最近 很多球迷都在网络上讨论朱婷的伤病问题 担心她接下来不能出战比赛 留下巨大的遗憾 那么还有就在最近 我们也看到了官方媒体 是在看到了球迷担忧之后 也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报道 透露了他们和朱婷在赛后聊天的一些具体消息 据官媒报道 在当时对战塞尔维亚女排那场比赛结束后 朱婷走过球员通道 和我们的媒体记者打了招呼 聊了一下伤病的问题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当时就球撞了一下手 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让大家不要担心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朱婷的手腕伤病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悲剧 更没有说和2021年一样 出现了复发的情况 否则朱婷的表情不可能这么轻松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 期待一下朱婷接下来的比赛表现 当然了 考虑到朱婷的体能以及伤病 确实是一个隐患 所以其实中国女排教练组 也做了两套计划 在第三场小组赛结束后 蔡斌表示 当时朱婷撞到广告板之后 教练组把他换下来休息 把吴梦杰换了上去 临时顶了一下 第四节也打出了不错的成绩 那么其实从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吴梦杰就是朱婷的金牌替身 也是我们B计划的一部分 在朱婷能够出战的情况下 我们自然没有必要去激活B计划 但如果朱婷因为一些意外的问题 只能坐在替补席 那么主教练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 安排B计划吴梦杰和李盈盈 这些球员搭档来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佳绩 最后决定我们感觉 Gurley 请不吝点赞 Kat受ię Expeditive